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璐,欢迎收看本期的小璐情感规 现在的离婚率普遍升高,导致许多的年轻男女产生了恐惧心理,越来越不想走进回忆 感情对于女人来说更是占了最重大的份额 在感情上能够收获幸福的女人更加有勇气、信心和底气去面对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 想要男人去宠爱自己,更加离不开自己,就要花一些时间去研究男人的心理 并且指导男人的核心需求,这样才十有八九能够抓住男人的心 第一点,男人喜欢被崇拜,喜欢当女人的英雄 男人属于雄性动物,天生就有很强烈的征服 越是容易得到的,他们越是不会珍惜 反而对于那些越是看不上自己的,他就越想去征服它 所以女人在跟男人的相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去崇拜男人 女人在外对待事情可以强势,但是面对自己男人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示弱 你满足了男人的英雄某,给他投去崇拜的眼光 他自然也会投桃报李,把你宠成了小公主 第二点,男人呢,骨子里依旧喜欢男是柔情似水的女 本来说,是上帝在造人的时候,男女本身就不同 只不过呢,随着社会的趋势发展呢 女性呢,开始慢慢的觉醒 很多女性可以在事业上跟男人一较高下 但是,往往那些特别强势的女人呢,感情往往不是很顺利 因为男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骨子里可以依靠自己柔情似水的女人 而不是一个可以在生活和事业上可以跟自己依靠高下的强悍女人 第三点,男人需要为理解和支持 社会对男人的要求真的是太高了 一个男人必须事业小有成就呢,才会在人群里面斩起头 一个事业永远碌碌无为的男人啊,几乎是没有人能够看得起他的 可是一个人的时间精力啊,毕竟有限 我忙着事业,我就没有办法去陪你 鱼和熊掌完全不可兼得 这是很多情理之所以困扰的地方 所以说男生呢,不会喜欢太多的女性 光是你每天应付家里这个多的女友就已经够力了 所以女人在跟男人相处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会理解跟包容男人 适当的在她的事业上给她一定的鼓励 好了,最后小编小说呢,很多的女人呢都会跟我说是 我自己付出了那么多,为什么她还是不够理解我 因此呢,我会为此闷闷不乐 但是你付出的是她想要的,你了解过吗 如果你没有了解过,那么你的付出就是盲目的 并且呢,会给你自己跟她带来压力 她也会不开心,毕竟人生都是一样的 谁都不想亏欠这是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